男人抡起百公斤的铁 疯狂地砸向地面 每一锤都充满了笨子 推开碎石 从地下取出尘封已久的箱子 里面装有个式武器 男人名叫约翰 曾是一名顶级杀手 相传曾用一根铅笔干死一百来人的存在 江湖人称小卡拉收割机 而如今他要重出江湖 原因竟是为了一只狗 这天 约翰去加油站加油 最近暂且由非贵不说 可没想到转角遇到小卡拉 一个瓜子脸的小卡拉 看中了约翰的六九年野马 说要花五十块将其购买 约翰不想与只打嘴炮 直接一口回举 开车扬长而去 两小卡拉相识一笑 谋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当晚深夜 约翰被楼下的狗叫声惊醒 约翰寻声下楼 可咣当一下 约翰被人一棍打扮 打开灯 一个香港脚袭来 接着又是挨了一棍 打得约翰嗷嗷惨叫 还未反应过来 对方又是一个大脚丫子 瞬间踢飞了约翰四颗门牙 最无辜的是 那只可爱的小狗 竟被无情伤害 对方从房间中搜到了车钥匙 本该转身离去 可一名小卡拉 却嚣张地露出真容 随后一拳将其打昏 残忍地打碎了摄像师的镜头 过了七七四十八分钟 约翰从疼痛中醒来 他悲伤地抚摸着小狗的尸体 这是妻子留给世间的陪伴 是妻子的唯一念想 可没想到 竟被小卡拉无情杀害 他将小狗埋葬 暗自在心里发下毒誓 此时他的脸上浮现三个大字 血债血长 此时的小卡拉正一路狂欢 将跑车开到了父亲手下的修理厂 他们显然不值 这将是一个噩梦的开始 气休老板一看这个车牌 心里不禁咯噔一阵 露出了你手机中的第五个表情报 急忙挥手说道 小卡拉用父亲威胁老板 看着这个嚣张跋扈 不懂事态的小屁孩 老板反问对方 听到这个回答 老板不禁冷笑一声 当即一拳挥倒了小卡拉 尽管小卡拉有黑道父亲撑腰 但老板知道 此事必将掀起一阵腥风血雨 果真不久之后 约翰便上门拜访 老板也是直接开门见山 劝约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指引小卡拉的背后是黑道大哥丧彪 可约翰决心已定 一脚由门扬长而去 约翰离开后不久 老板便接到了丧彪的电话 听到真相 丧彪表情瞬间哑妈呆 当即让手下去找到坑爹的人 此时的小卷毛洋洋得意 正迈着六亲不认的小岁部来到父亲前 丧彪二话不说 上前便是一炮子 直接将刚吃的圣宝片都吐了出来 可这还难解心头之怒 脱掉衣服又是一阵王八卷 见过坑爹的 没见过如此坑爹的 捅了马蜂窝还一脸没事的扭样 丧彪太了解约翰的可怕 杀起人来那叫一个残忍 曾用一支铅笔便灭了一百个小塔拉 后面因为妻子的出现 才选择隐退江湖 可天有不测风云 必有导演使坏 妻子因为身患癌症 提前离开了人世间 只留给约翰一张野马和一只小狗 狗作为他唯一的陪伴 却被一群不知死活的小卡拉弄死 这使得约翰重出江湖 约翰打开箱子 平静三十年的江湖 终将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他本是隐退一方的杀手 却因为爱狗被杀害 他决定重出江湖 拿上武器 正要出门之际 却接到黑老大丧彪的电话 显然他怂了 他恳请约翰高抬跪手 饶归儿子一命 约翰沉默不语 直接挂了电话 丧彪得知此事 已经没有妥协的可 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 当即便派遣高手出击 小卡拉迈着自信小碎 手握保命小手枪 已经来到了约翰的家 可殊不知 这些已被约翰所察觉 约翰急忙关掉电闸 猛然冲出房门 紧紧开了六枪 七名杀手就此隐恨西部 纵身跳下楼梯 接连射杀几名小卡拉 躲在角落换个子弹压压惊 接着一个枪轴 小卡拉痛苦倒地 约翰一个过肩摔 将其重砸在地 嘎巴一声扭断手臂 酷斥一声送去天堂 两名小卡拉还在闲逛 突然一个黑影窜出 连开枪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对方接连抱头 一名小卡拉想要左猫猫 可约翰盖不上榜 近身搏动 一脚将其断子绝孙 随后嘎巴一脚将其踢出屋外 还没走紧过 一名小卡拉突然窜出 二人一番纠缠 开枪误伤了赶来的队友 约翰将其抬起 咣当一声砸在桌子上 随后一炮子将其送走 一名小卡拉展开偷袭 不料身形笨拙 当即被约翰过肩摔摔成肉 一名小卡拉练过几招 当即和约翰难分伯仲 约翰致命绊脚将其放途 一刀扎向腹部 小卡拉当即归西 此时屋外灯光闪闪 约翰开门一看 原来是巡逻的警察 警察扭头看向屋内 看到地下躺着几条丧尸 警方对约翰的行为视而不见 可知约翰的可怕之处 丧彪得知杀手被团灭后 心里又不禁咯噔一声 当即吩咐手下发出 二百万美刀的悬赏令 要拿下约翰的拱头 甚至还会面了一名杀手 就是眼前这个蓝眼睛 高鼻梁 满脸皱纹的老男人 别看此人弱不禁风 当年可曾是与约翰血战杀场的队友 我真重惊之下有勇夫 马克接下了这趟活计 约翰为了安全起见 住进了保命酒店 为啥叫保命酒店呢 这个酒店有个特殊规则 不管你是黑道还是白道 管你有多大的血海深仇 只要住进了酒店 酒店就保你安全 可知酒店老板实力的雄厚 当晚 约翰来到一处私人会所 此行不是为了潇洒 而是来清扫小卡拉卷毛 一名笨头保镖刚出澡堂 嘴里还不断哼吐 拜你孤身走暗响 可下一秒就被约翰一炮子打在脸上 对方起身放屁 约翰一个段子绝村嚼势 对方也只好乖乖交代 约翰来到澡堂 秃头保镖还未反应过来 就被约翰活活捅死 约翰过五关斩六脚 手枪在守天下我有 就算有再多保镖 那也只能是约翰复仇的变脚石 卷毛看到了约翰 当即尿了一裤装 拿起一块布条便冲入人群之中 得知约翰的到来 众小弟纷纷出击 双方在舞厅中一放枪战 约翰一枪一个准 顿时哀嚎声 尖叫声 DJ声 声声入耳 卷毛在保镖的掩护下成功逃跑 此番恶战 约翰也成功吃了一颗子弹 就在约翰包扎伤口之际 一根硕大的枪口 却对准了约翰的头颅 男人手持一把狙击枪 正要将猎物一击必杀之际 酒店的门口却出现一名杀手 马克一枪打向枕头上 提醒约翰起来保命 约翰快速起身 我过女杀手的射击 拿起布条裹住对方手腕 将对方按在墙壁上摩擦 赶在保命酒店动手 以TM贤命太长 约翰一个过肩摔将其砸在地上 这女人也不是省油的刀 直接使出女人的摊家本领 各种抓闹战术竞数使出 将约翰痛揍了一番 约翰一向怜香惜玉 没想到对方竟是带刺的玫瑰 约翰痛下杀手 拿起擦脚布裹住对方脑袋 光当就是一炮子 扛起对方砸向玻璃 真不亏是女汉围 如此高强度的战斗下还能活命 约翰抓住对方脖子 向其逼问卷毛的下落 得知了卷毛的下落 约翰一拳将其打昏过去 第二天 约翰静直地走入一处教堂 教父向前问好 可迎接他的却是一把枪子 约翰一枪一个 将教堂杀手挨个送走 随后挟持教父来到丧彪金库 小卡拉探头观望 却被约翰接连抱头 约翰看着成敦的钞票 在约翰的加持下 有种说不出的洒脱 丧彪得知金库被烧 急忙带人赶了过来 可刚下车 远处一声枪响 双方的战斗正式打响 约翰手持机关枪突突突 那子弹犹如带了八倍镜 简直百发百重 但无需发 一阵操作猛碌 果真是个猛杀手 片刻间将小卡拉杀了个片甲不留 就在约翰沉迷射击之时 一张车突然撞来 约翰被撞出去五百来米 等约翰醒来之时 他就被丧彪捆住了四肢 丧彪彻底愤怒 就因为一只小狗 丧彪不但损失了八百名小卡拉 还被烧了百万资产 而这一切都是小卡拉卷毛所导致 就当约翰爆发之际 一个口袋套住了约翰的脑袋 就当约翰就要窒息之际 马克远处射击围棋续命 约翰奋力与小卡拉搏斗 可无奈双手被束缚 搏斗瞬间处于下风 约翰咬住对方拇指 扣住对方眼珠 两招过后对方已经变成残疾 起身又是一个夺命剪刀脚 彻底将小卡拉埋葬在此 随后冲出大门 对着丧彪的车辆一阵猛声 司机当即毕命 丧彪只好狼狈地认怂 约翰逼问坑爹儿子的下落 对方起初嘴硬无比 直到约翰动了真格 对方才交代了行踪 得到答案后 约翰饶了对方一个狗命 此时的卷毛已经雇了大批杀手 早已在此不下天罗帝王 约翰手持狙击枪 在远处一枪一刻 随后炸掉了对方逃跑的车辆 小卷毛下得惊慌失措 惶恐地跑进了一处仓库 直到此时 小卡拉才知晓惹错了人 可为时已晚 约翰废话不多 一枪将其抱头 随后潇洒离开 因为酒店的管理失误 当即赔偿了约翰一张跑车 哎呦喂 这车是真不错呀 大仇得报的约翰 感谢马克在暗中的帮助 可二人刚分开 一群杀手便找到了马克 原来背叛之士已被丧彪所察觉 马克因为退隐江湖多年 手脚已不在利索 很快被对方暗杀 丧彪无从释放怒骨 当即为他捕上了伤害 得知马克被害 约翰的小宇宙再次爆发 当即以三百码的时速狂奔 正当丧彪觉得安全之际 一辆车从身后猛然撞来 约翰单手操作 直接对着小卡拉就是秃秃 司机见识到了约翰的勇猛 正持枪射向约翰 约翰一个耍尾飘移将其带动 就当约翰目送他离开之时 光当一声丧彪开车撞来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约翰跳车逃亡 此时天降大雨 二人决定在雨中来个华山论剑 丧彪一声德马西亚吓唬约翰 随后两个王八拳出击 可打了个寂寞 约翰展开攻击 两个摆拳将其打退 随后一个过肩摔将其打倒 眼看局面着实紧张 丧彪掏出五米西瓜刀 连砍树刀也接连砍空 二人陷入胶着 为了给对方一个找死的理由 约翰让其扎向自己 然后嘎巴一声扭断了对手手 对方挥舞右手打向约翰 约翰拔出西瓜刀 嘎巴一声刺向对方胸膛 对方彻底倒下 最终在大雨中含泪规矩 不伤的约翰来到一家宠物店包扎伤口 正想离开之际 却发现一只被困的斗牛犬 约翰将其释放 此后又开启一人一狗的生活 电影结束 观后感总结如下 社会我记得 人狠话不多 若想命长久 千万别惹他的狗 万水千山总是情 来个关注行不行